字幕視聳者 由大家分享 話說有一宗新聞 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來自1月7日的新聞 在我分享之前 希望大家都記得幫忙 Like Share 以及記得幫忙訂閱本台 希望各位可以做本台的會員繼續支持本台運作 這宗新聞是來自傳真社的新聞 新聞說龍門老闆張俊傑說會買股份去割蓄 公司註冊仍然顯示跟富林關聯人士持有那間公司 在2019年當時有一間屯門的龍門被揭發是跟富林有關的 叫大家不要光顧 然後被揭發了原來張俊傑即是龍門老闆 是有持這間公司的股份的三成 當時龍門老闆也說我會跟他割蓄和沒什麼來往 誰不知到了2020年 張俊傑仍然持有那間屯門的龍門兵室的股份 那間公司應該叫做頂聖雲英餐飲有限公司 那個名字是有小巧合的 仍然持有三成 當然啦 持有還未放出 不過他跟全世界說去買股份割蓄 一連放都沒有放 那怎麼解釋先呢 那我也聽一聽張先生怎麼解釋一下 那張先生說什麼呢 先看看 好 就看到這個... 屌... 混蛋 等等 好 這裡 就看到這個全真社 就著龍門兵室和庫林有關的報道 我想收起平日掛念上的笑念 簡單換一句 我過往已經在公開訪問說很多次 我和庫林的關係在運動後已經了斷了 長城大家可以上網找維基大科大把 而今次全真社 魚獲之寶找到這一間鼎盛雲英餐飲有限公司 其實只是單單擁有屯門海麗花園的舊家民店 但最搞笑的是 記者 你知不知道 這一家店已經在2019年11月已經沒有再營業了 那我到今時今刻還怎麼跟庫林有些什麼生意來往 肯請記者做報道的時候需要謹慎一點 用了煽動性的標題去嘩重嘴重 做了一張很複雜的關係圖 然後為我構成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沒錯 你的確成功博取到公眾的眼球 但請你不要忘記傳媒這個字 其實就是一把利人如果沒有好好運用 以及Fact Check手上的資料互亂報道 只會成為中共的武器 那我也弄了一張八卦圖 那他弄了一張這樣的圖 那大家觀眾看一看就怎樣算夠 那問題除了這件事之外 那其實這個龍門 不是 之前這個Fact Fire 都有出過另一個文章 那就是去吵架這個龍門老闆 不是叫吵架 報道一些東西 那主要的內容都是說他那個收入不平均 或者是財務報表的一些東西是有問題性 例如說買防疫品的達人虧蝕也好 或者是抗疫物品500萬的投資去向也好 都是有一些問題存在著 在裡面甚至揭發到他那間公司 他自己是拿中心的錢去開一個私人公司 而且那些錢是一些捐款來的 OK 老實說 反而我們觀眾真的很想關注一下 你的財務健康和你的私人公司 背後在做些什麼 畢竟捐得錢給你的人 大家都是想想看你做些什麼 去幫一幫手足 你最好那間公司 幫一些手足去找到工作也好 你給他們一個昇華的階段 對不對 問題是你現在好像是拿這間公司 自己去賺錢 自己去吃 老實說一句 那這個就有一個問題在這裡 對不對 反而你現在是 打了一個比較容易點打的 point which is 就是講 那些人說你和富林有關 是問題 其實整篇文章我都看完 就是說你還是沒有賣一個股份在裡面 你還是持有這間叫做 舊公司的股份 那間頂盛有限公司的股份 但問題是你雖然是結業了 但問題是你有股份 你家公司還是運作的 不然是清盤的 是不是 你是有這間公司三成股份 你還要跟工方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跟外面的人說 要放股 為什麼你在這麼關鍵的時刻下 你還是不放股呢 現在還要是全世界都找到 原來你還是持有這間公司的 那你就不要在這裡說這麼多話 那你持有這間公司 為什麼你不在2020年的時候 去放股份 去洩給別人都放股 而是你還是持有呢 是不是 剛剛先 為什麼你還是要持有這間公司 第一件事你有沒有回答 有沒有回答觀眾的 你就在那裡不斷地說別人 抹黑抹黑抹黑 作為共產黨的狗 這些東西我真的 聽得到呢 我就問得到 仆街 人家作為新聞媒體 是不是一定要服務你泛民 或者服務你一個 團體 不是 他如果發覺一些東西 去報導的話 又有什麼問題呢 又何罪之有呢 對不對 他報導的那件事 是基於事實的 如果你覺得他不是事實的 你就在法庭上解決 你公開澄清了 問題是你都沒有解答到別人的問題 對不對 不如你向公眾解釋一下 你的錢從何來 對不對 你的舊公司現在的去向又是怎樣 對不對 這些才是我們觀眾最關心的東西 還有我作為觀眾 我都很關心一下 你自己的財務的問題 和其他的東西 這些真的大家都關心 現在暢量了很多問題 你不要說你外面的人 說你不善待的人 你甚至是說 你有些財政上 你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你是隱瞞了數目 那你是不是也要選擇 給其他人聽呢 請問 當然現在很多人都說 又攻擊黃絲 那你猜我很想攻擊黃絲 那你猜我很想攻擊黃絲 問題是 這是一個極度嚴重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 不可以忍聲鼎氣 如果你忍聲鼎氣的話 下一次他們就繼續 騙你 對不對 繼續 可以 騙你之餘 還要讓自己可以繼續撞大 就製造一個霸權 對不對 現在有時候我們也有一個求真的精神 對不對 不要什麼都說中共的武器 我台窮到飛起 就靠Youtube的台搵食 那我又不是中共的武器 如果是的話我一早大富大貴 一早住在貝沙灣 一早有私樓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 另一則新聞 就是有些朋友想我講一講 不過這則新聞我也是覺得 又是中國人的問題 其實就是來自一個超人節目 標題就是 原曲拍了小粉紅玻璃心 新節目 歷代超人展影 泰郎 低娜 的演員都是沒有份的 今天播出的最新節目 Ultraman Chronicle Set Hero Odyssey 其實我可能讀錯了 有機會 因為我也是朋友 叫我看整篇新聞 我看完 有些東西想說 他的片頭 就是歷代超人變身的展影 但是有兩個比較重要的人物 展影就沒有了 分別就是這個超人太郎 調田三郎 和超人太低娜 野鶴江市 這兩個人是很特別的 分別就是 法門支持周庭 看來兩位都沒有了 很難不讓人想到人民幣的事情 起碼有很多因素 起碼這次真的不會太傻 被人猜到發生什麼事 其實以前有一家公司 或者有一家足球隊 叫阿仙奴 當時奧斯爾 就是踢這個 這個足球員奧斯爾 那他 就說了一句說話 就撐維吾爾族人 那他的阿仙奴老闆 就說 不要把政治 放在足球會那裡 我們不需要政治 這樣說話 然後奧斯爾 被人去 說藏了 說藏了之後 然後 就有很多人 聲援奧斯爾 也有很多人 替阿仙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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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替阿仙奴 替阿仙奴 包括小弟 那些混蛋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然後 最離譜的就是 那個阿仙奴 你是 跟其他人說 這個 這個 不替阿仙奴 掛著 這個 擺明是政治 你老母 那個就不是政治 維蒙 異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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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是政治 你了 是不是 那這裡 不過說回來 這件超人的事情 起碼是比阿仙奴 好 他不會說 因為他講了一些有問題的事情 或者帶政治意向的事情 是不是 沒有說 但是被人懷疑 這樣而已 放鬆一點點 不過 遲了這些事情 就多數一定會發生 尤其是日本 一個比較常是一個政治懶感的地方 大家都是很 不太想說政治 始終他們都是有些位 對一些政治事情要避忌的話 我也相信 有時候是為了要迎合某一部分的人 尤其是最有錢的那些 是會有機會有這些藏的事情發生的 師傅這次就是可能 不是很糟糕 純粹是避避風頭 始終你講政治話 是有一定的風險 尤其是有些 Celebrity 尤其是有些 在拍電影 或者一些文化界的Celebrity 你可能真的沒有飯吃 始終你背後的老闆 是誰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這件事是必然發生的 但也都是覺得 如果真的因為人民幣的東西 因素的話 我也是覺得可恥 這件事 但如果只不過其他因素的話 嗯 唯有大家 沒有特別 只不過現在是處理得好一點 對不對 那好吧 今次的節目都比較長一點 因為都講了兩宗新聞 把聲音都沙沙地了 都要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不過走之前 記得幫手like share 還有記得幫手訂閱本台 記得幫手訂閱本台